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打开启示录 主耶稣基督就会向你显现 我们在启示录中谈到他是阿拉法 俄美甲是首先的 是末后的 是初 也是世中 他是人子 犹大之派的狮子 大卫的根 新郎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在启示录中我们还介绍了七个教会 这七个教会是以福索 施美拿 别加摩 推亚推拉 撒迪 非拉铁非和老底加教会 这些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场所 此外我们还被介绍了十四万四千人 这十四万四千人是从以色列的十二个制派中拣选出的 他们的额头上有印记 是永生神的仆人 在启示录中也介绍了来自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许多人 这一大群人是在大灾难期间悔改的人 我们还提到了两位见证人 这两位神的见证人的身份目前不得而知 但我们所知道的是 这两个人是神的代表 他们来是为了给世界做见证 同时 他们将在耶路撒冷展示三年半的奇迹 他们穿梭在世上 告诉世人 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罪悔改 我们还被介绍了启示录中的黑暗角色 这些角色带来了毁灭 在启示录中 我们认识了启示录的四启示 正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至八节中提到的 他们伴随着灾难的起头而出现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还知道了亚巴顿 他是西伯来与中无底洞的天使 阿巴丹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毁灭之地 希腊称号亚波伦的字面意思是毁灭者 阿巴顿是恶魔蝗虫的领袖 当第五位天使吹响号角之时 他将从无底洞中升起 另外 启示录还向我们介绍了龙 就是骨蛇 被称为魔鬼和撒旦 他是全世界的欺骗者 弟兄们的控告者和堕落者 我们也认识了从海中来的七头十角兽 这就是狄基督 还有地球上的野兽 这就是假先知 但是今天我们要把时间专注于圣经告诉我们 将在地球上释放的三个魔鬼的灵 启示录十六章一到十五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 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恶而且毒的窗 生在那些有兽印记 拜兽像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种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种水的天使说 西在金在的圣者阿 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留圣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 主神 全能者阿 你的判断意在 成在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烤 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 河生的窗就亵渎天上的神 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柏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授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骑士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看哪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 有福了 这三个恶魔的灵会做什么事呢 第一 他们会行大神迹骑士 启示录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说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授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骑士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重要的是要注意 魔鬼的主要欺骗方法之一 就是行神迹骑士 作为神的孩子 我们必须注意 我们不应该寻求神迹骑士 圣经清楚告诉我们 魔鬼和他的恶魔也可以施行奇迹 铁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九节说到 他们将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骑士 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至十四节提到的 并不是魔鬼唯一一次使用神迹骑士 作为欺骗的工具 如果我们看圣经记载 我们将会看到海中兽 就是敌基督和地中兽 也就是那假先知 他们都会行神迹骑士来迷惑人 启示录十三章一至两节说 又看见一个兽 从海中上来 有十脚七头 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 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纳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犬饼都给了他 然后在同一章 我们看到假先知在展示奇迹 启示录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 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犬饼 在兽面前能行骑士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说要给那兽刀伤 还活着的兽做个像 关于那三个恶魔 会确切表演的是什么样的奇迹 圣经没有详细说明 但我们所知道的是 他们所展示的奇迹将会发生 以欺骗人们 第二 他们会欺骗人们 这三个恶魔将穿梭在世界 以完成启示录中恶魔的计划 人们以肉眼将看不到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在一般人看来 就像东方的王自己在操作 圣经说 他们像青蛙 并不意味着 他们看起来真的就像青蛙 人类以自然的眼睛 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但圣经向我们揭示了 有三个恶魔的灵 在幕后操纵一切 圣经已经告诉了 我们这三个恶灵是多么的误会 这些乌鬼被称为青蛙 因为古代犹太人认为 青蛙是不洁和可憎的 这些恶灵的目标是 召集人们与上帝作战 这是为哈米吉多顿大战做准备 那是沉沦之子 将要面对上帝的子民和上帝的时候 他们备受 假先知和这三个恶魔聚集起来 当所有这些事情在地球上展开之前 教会已经被提了 不必再经历启示录十六章所说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五节 这是我在这章中最喜欢的经文 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 耶稣说 看哪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 有福了 在准备这场大战之时 万王之王给了我们一个保证 就是他将确切到来 耶稣即将来了 现在比往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耶稣到来了 他会像小偷一样来 他不会公开宣布 他不会分发传单来通知你他的到来 他不会因为你很虔诚地祷告 而偷偷告诉你 他不会因为你已经进食很多天了 而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 耶稣会像小偷一样 在人们熟睡的夜晚降临 当人们已经忘记了天堂 当人们忘记了他们的衣服 当人们忽视了十字架上耶稣的话时 他会来临 他说那警醒的人有福了 亲爱的朋友 耶稣快来了 他不会宣布他的到来 你唯一获得的通知 就是你现在收听到的通知 你对于这个通知所做的选择 将决定你的永恒在哪里 由大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说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哪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钱的人 所忘行一切不敬钱的事 又证实不敬钱之罪人所说 顶撞他的刚毙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宁静 宁静 原创 仁静 вод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